民进党说要检讨九合一败选 但一万多字的败选报告 却完全没提到蔡英文 在党炮轰 根本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假检讨 蔡英文现在还是主导 包含整个政府跟民进党 民进党检讨的相关人士 也都是英系 什么都可以怪 什么责任都可以推 但是绝对不会上小英的身上 在党炮轰 细看报告中检讨的黑金问题 牵扯到小英爱将黄成国 任文门事件也是总统下令力挺 就连选举提名权 都有蔡英文一手掌握 但通天对蔡英文只字未提 主要关键在检讨小组 召集人郑文灿 代理党主席陈其迈 都是小英自己人 今天问蔡英文辞去党主席 但近期陆续召开国安会议 掌握政策布局 难道想选202次立位 甚至总统大选 还是得看蔡总统脸色 届丝还魂了 党主席影响力没有了 把党主席的做法移到国安会议 他的影响力都在 他的权力还在民进党 这一局还是他说了算 他政军尤其是情志 都掌握在他的手上 如果再加上党 牵扯到提名 也许党的力量不在手上 可是谁当党主席 谁还都是还要靠他的行政的资源 蓝圈炮轰蔡英文才是公认的 败选罪魁祸首 民进党说有心要检讨 却没人敢踢他 就怕百姓才不敢相信 记得张正敏离选 AZG小组台北报道